非要精诚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名的脱口秀大会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哎呀 行 你给他拉下去 我的天哪 今天观众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特别爱喊黑幕 我这天 你们是名人之子看多了吧 你们是 你们行 特别有意思啊 对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绿队老赢不太公平 对吧 那你们还投他们队 你们喊什么黑幕 你们是投完绿队 黑幕 你们真行 对不对 我这看透你们了 而且有些观众 就这排这些观众 特别有意思啊 而且讲 无论那个讲什么段子 失误了他也 好笑 好笑 哎 真行 好 你不要喊了 不要喊了 对 好啊 大家好 我是池子 很开心 很开心 今天跟那个 欢迎宾老师 冰冰在一队啊 之前上这节目之前呢 冰冰跟我联系啊 他说 池子 池子 那个 我上这边的节目行吗 我说 行 没问题 他说 哎 我是主咖嘛 我说 你这话说 你肯定是主咖呀 对不对 你是我们队最大的咖了 然后他说 哇 你们吐槽大会改版了 还分队呀 我说 你就别问了 来就行了 来就行了 这样来到现场很不开心啊 很不开心 但是我觉得 其实你也不要后悔嘛 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叫 《人生没有撤回键》 对 对 对 你就坐着吧 大家生活中 肯定有很多后悔的事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 没有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又是音乐梦想 如果我当初 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也可能像 胡远宾老师一样 对吧 被人写在书里什么的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其实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 对吧 但我这个性格 大家也了解 就比较冲动 比较活泼 对吧 我后悔的事特别多 我每分钟都在后悔 那比如说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调侃胡远宾了 以后我在音乐圈还怎么混 对不对 但是我忽然又一想 他在音乐圈混得也不咋地 对不对 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我又一想 对吧 我又后悔了 对不对 你想想 这些小想法 不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他脸色就很难看 但我又后悔 我都后悔对吧 他本来也不太好看 来 别 我错了 我错了 别 别这样 我是战哥变了 别 别 黑幕 那部是黑幕队 然后说 其实我经常经常后悔 我就是经常小时候 小时候 我就是考一次试 真的考一次试 我能后悔三次 真的 最该是后悔什么 后悔头天晚上复习做科目 对吧 都说 说得好对吧 临阵磨腔不快也光 但是你考数学 复习的英语真是没什么用 真是临阵磨错腔了 很尴尬 第二后悔什么 后悔选座位 就比如说你们知道 就是班上那些好同学 就学习好的 他是上课听讲 他也不作弊 他就选第一排 对不对 做第一排 我就知道这个吧 我就做第二排 对不对 正好能抄着他们的卷子 哇 有一天我就做第二排 嘎一坐 坐下我就后悔了 前面的同学我认识 是我的好朋友 放放 就那个清华落榜生 对吧 他什么水平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会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就是他 有的人考试不带笔 就算了 他考试不带脑子 他就做第一排 我就说放放 怎么回事 怎么做第一排 他说池子 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说我知道好学生 做第一排 所以我做第二排 我在抄他们卷子 你做第一排干嘛 他说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做第一排 可能会考得很好 然后出来他考六分 我考八分 两个人相依为命的一天天 我这个人 有时候我这个智商 有时候都不是后悔 都是后怕 前两天接了个活 就是去给男人庄 拍照片 男人庄 对吧 对吧 我一想男人庄我熟 对不对 他这个拍照的风格 他说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光榜就去了 走半袋呢 碰见李淡了 李淡说池子 你怎么回事 这光榜就出来了 我说你不知道 今天咱们 咱们拍男人庄 男人庄 你这个衣服不符合规定啊 李淡说你这个脑子真是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就拖了啊 我俩呢 就开开心心地逛着马上往那走 走一半了碰见张老师 张老师说 李淡池子干嘛呢 你们干什么呢 说张老师 咱们拍男人庄去啊 咱们仨男人庄今天 你们两个都多大了啊 在大街上就这样啊 对不对 拍男人庄也不能这样 来 穿上 你说你啊池子 他天不学好跟李淡啊 你也不穿衣服出门 你这怎么回事 来来 穿上 穿上李淡 穿上 然后我跟李淡呢 穿得很整齐 张老师脱光了 就去了 最后呢只有他火了啊 你看我俩都不太火啊 谢谢大家 我是吃的